近日,歌手云朵与恩师刀狼之间的一场版权纠纷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与猜测 作为一名备受喜爱的歌手,云朵的每一次动态都备受关注 而此次的版权风波更是让它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云朵的团队和刀狼也相继做出了回应,澄清了事件的真相 一、云朵的感激与猜测,作为刀狼的得意弟子,云朵一直以来都对恩师刀狼心华感激 在他的巡回演唱会上,云朵更是多次表达对刀狼的感激之情 称其为自己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以示自己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持 就在此时此刻,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些关于云朵和刀狼之间的猜测 甚至有传言称云朵为了争夺歌曲版权,竟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这一说法也迅速引起了外界的热议和猜测 二、版权纠纷的传言 针对网络上的猜测和传言,云朵的团队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关于云朵提起诉讼的说法纯属谣言,并没有任何的事实一举 也希望外界能够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不要被不实信息所误导 而在这场风波中,刀狼也做出了自己的声明 他表示,云朵和他之间的合约早已解除 相关作品的版权并不属于云朵 也希望外界能够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要随意猜测和炒作 三、风波背后的真相 随着刀狼的声明,外界对于这场版权风波的猜测也逐渐平息 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也是外界对于他们师徒关系的一种猜测和炒作 尽管经历了这场风波,云朵依然对刀狼心华感激 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刀狼的支持 也是因为有了刀狼的引导,自己才能够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师徒情意更加深厚 通过这场风波,云朵和刀狼之间的师徒情意也变得更加深厚 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对于外界的猜测和质疑,云朵和刀狼都选择了用实际行动来回应 他们依然会在音乐道路上相互支持 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音乐作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动和启发 五、版权问题的敏感 通过这场风波,我们也不禁想到了娱乐圈中的一些现象 尤其是关于版权问题的一些猜测和误解 如今,随着音乐作品的不断增加 版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很多时候,一些猜测和传言也会因为外界的炒作而变得愈演愈烈 这也给当事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压力 面对这样的现象 我们也希望能够呼吁娱乐圈能够有一个更加透明的法律框架 能够对版权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规定 也希望公众能够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 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不实信息 也希望媒体能够对艺人之间的仕途关系有更多的尊重和保护 不要随意炒作和编造新闻 此外,我们也希望社交平台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对于网络谣言能够有更加有效的管理和打击 也希望音乐行业能够有更多的教育和支持 能够帮助新生代艺术家更好的理解版权和合约的复杂性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共同推动音乐行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这场云朵与刀狼之间的版权风波 我们也看到了师徒情谊的可贵 也意识到了一些娱乐圈中的现象和问题 无论是云朵还是刀狼 他们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感动和启发 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的选择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作品 能够给大家带来美好的音乐体验 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歌手云朵与恩师刀狼之间的版权争夺风波 引发了网络一片哗然 无字起诉的传言沸沸扬扬 网友惊呼失图成仇 然而云朵团队迅速回应 纯属无中生有 这场风波的真假扑朔迷离 是炒作 是误解 刀狼的最新声明揭开了真相的一角 娱乐圈的风云变换 堪比一出好戏 这部 云朵和他的师傅刀狼也卷入了一场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版权风波 网上有传闻称 云朵多次起诉刀狼 争夺几首热门歌曲的版权 消息一出 网友们瞬间炸了锅 戏剧化的剧情让围观群众都坐不住了 一些人开始质疑云朵的动机 觉得他这是恩将仇报 实在不厚道 也有粉丝力挺 认为娱乐圈里没点版权纠纷才稀奇 毕竟版权问题一直是娱乐圈的雷区 稍有不慎 就能引发一场风波 为了找到真相 细心的网友还上了法院判决网搜索 结果显示 云朵并没有任何与刀狼相关的诉讼记录 这样的乌龙显然增添了疑云 搞得大家满头问号 到底是炒作 还是有人无视生非 事情发酵后 云朵团队立即出面辟谣 澄清这场真版权的传闻纯属谣言 团队强调云朵与刀狼一直关系良好 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版权纠纷 还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这下 云朵的粉丝们纷纷站出来 痛批造谣者 认为这是恶意抹黑 让人心寒 网友们也迅速分成两派 一方觉得这可能是炒作 毕竟娱乐圈为了热度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方则认为是有人蓄意制造话题 吸引流量 不过 娱乐圈里真假难辨的风波早已不是新闻 炒作 造谣 爆料 这些手段虽然见怪不怪 却依然让人难以识破 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 三人成虎的道理依旧奏效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云朵和刀狼这对仕途的情意 一直被外界所津津乐道 刀狼早年为云朵打造了多个经典作品 甚至亲自为他取一名云朵 意义美好深远 从一多年来 云朵也始终心存感激 对刀狼的教导和扶持一再表示感谢 然而这样一个被外界认可的师徒关系 竟然会因为无端的传言被打上反目成仇的标签 确实让人唏嘘 而在网友的热议中 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刀狼多年前就与云朵解除了合约 他们之间的版权归属也早有定论 并无争议 刀狼在声明中明确表示 云朵所演唱的《我的楼兰西海情歌》等歌曲的版权 并不属于云朵个人 而是归属于公司或制作团队 这一声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 也为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 细细回想 其实这样的事件在娱乐圈并不显见 合约的签订与解除 版权的归属和分配 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 稍有不慎 便会引来各种猜测和误解 而这次的风波或许也提醒着我们 娱乐圈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 甚至有些时候 一个无中生有的谣言 就能让好好的师徒勤意蒙上阴影 然而 面对这些纷扰 云朵表现出冷静和理智 在多次采访中 他始终对刀狼的恩情念念不忘 表示师父在他成长路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的感恩之情从未改变 这次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在复杂的娱乐圈中坚持本心的决心 这场风波最终在刀狼的声明中平息 云朵也得以继续他的音乐旅程 而刀狼则依旧在音乐的世界里默默耕耘 两人都选择用作品说话 最终让流言飞语不攻自破 其实 娱乐圈的风浪无处不在 一则小刀消息便能掀起轩然大波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更应该学会分辨真伪 保持理智 避免被谣言带节奏 通过这场风波 我们或许能更深地理解 娱乐圈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云朵与刀狼用冷静的态度和澄清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仕途情义并不会因几句流言飞语而破裂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 他们之间的尊重和信任成为一种难得的品质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 那么作为本文作者 我在最后想问 当面对类似的传闻和误解时 我们是否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轻信谣言 却看到事实的真相 那各位朋友你们怎么看呢 一场风波悄然而至 席卷了歌坛 云朵 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 如今却陷入了一场版权纷争的漩涡之中 四首代表作即将失去演唱权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想想看 一个歌手失去了自己最拿手的歌曲 那感觉该有多糟糕 就像厨师失去了招牌彩 画家丢掉了最得意的画作 云朵此刻的心情 恐怕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吧 这事儿说来也怪 云朵和公司签约十年 按理说早该是自由山老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 公司突然跳出来说要收回歌曲版权 这操作 怎么看都有点不地道啊 难道是公司看云朵要火 想趁机捞一笔 再说这四首歌 可都是云朵的看家本领 爱是你我唱哭了多少痴情男女 谢海情歌让多少人魂签梦赢 这些歌就像云朵的孩子 现在却要被人强行抱走 换谁能甘心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事儿也暴露出云朵经济团队的短板 签约时怎么不把版权问题谈清楚 难道是被公司的花言乔语给忽悠了 要我说 做一人没点精明进而可不行 不然就容易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事儿还牵扯出了云朵和刀狼的关系 坊间传言两人是师徒 可这话儿刀狼却不见踪影 难道真像某些人说的 刀狼只是借云朵上尉 现在吃榜印了就不认人了 这戏码 怎么看都像是八点当电视剧的剧情啊 再看看云朵的处境 真是叫人唏嘘 曾经的天后如今只剩下一手倔强的版权 而且还是花一块钱买来的 这落差比过山车还刺激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块钱买来的歌 倒是挺符合云朵现在的处境 倔强地活着 有意思的是 云朵接下来的演唱会歌单里 这四首歌又神奇地出现了 这是要硬钢到底吗 还是说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 反正我试看不明白了 只觉得这娱乐圈的水 比西湖还深 再说说到了 这位师傅的表现也是相当耐人寻味 自己的演唱会上 不见徒弟身影也就算了 还说云朵没有多大的境界 这话说的 怎么听都像是在踩人家一脚 难道真如某些人所说 刀狼是在借机撇清关系 更离谱的是 刀狼居然在演唱会上说云朵是假歌手 这话要是传到云朵耳朵里 怕是要气得蹊跷生烟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公开迪死的操作 再一落圈倒也不新鲜 只是没想到 刀狼也玩起了这一套 回头再看看云朵的过往 还真是一波三折 曾经因为日记风波闹上法庭 结果不但没讨到公道 还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经历 怎么看都像是一部狗血剧的剧版 只可惜 这是真实发生在云朵身上的 再说说云朵和唱片公司的关系 那叫一个复杂 公司监视他 他却不受束缚 这种关系 怎么看都像是在玩猫鼠游戏 只是不知道 最后谁会是那只被逮住的老鼠 有意思的是 云朵这事儿还牵扯出了去婉婷 这两位女歌手 一个是刀狼的歌手 一个是刀狼的老板 这关系 怎么看都像是在演偶像剧 只是不知道 这剧情最后会怎么发展 再看看云朵的粉丝们 这群人也是够拼的 为了支持偶像 不惜对刀狼发起攻击 这操作 怎么看都像是在打群架 只是不知道 最后谁会是那个站着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 有良心人士爆料说 刀狼的经纪人就是主办方的老板 这关系 怎么看都像是在演公斗剧 只是不知道 这后宫里谁才是真正的皇帝 最后 云朵把主办方告上了法庭 这操作 怎么看都像是在玩命运的撞盘 只是不知道 这撞盘最后会停在哪里 总的来说 云朵这事儿真是一地鸡毛 版权纠纷 师徒恩怨 粉丝战队 每一样都够他喝一壶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不正是娱乐圈的常态吗 今天你踩我一脚 明天我踹你一腿 后天我们握手言和 大后天再狠狠撕一场 说到底 这事儿的关键还是在云朵自己身上 是继续硬刚到底 还是妥协求全 是坚持自我 还是随波逐流 这些选择 都需要云朵自己来做 不过话说回来 云朵这事儿也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保护自己的利益有多重要 不管是签合同还是交朋友 都得擦亮眼睛 别让自己吃了哑巴亏 最后 不禁要问一句 云朵的未来会怎样 他还能重返巅峰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 恐怕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了 两人很快就成了师徒 并且在2010年时 云朵以新刀狼之名正式出道 这使得他已经是一个 拥有很多粉丝的歌手了 而此时的刀狼 因为年龄增长等原因 不得不选择隐态 看到自己最得意弟子蒸蒸日上 师傅内心也是十分高兴的 也就在这时 云朵却遇到了一件 非常棘手的事情 当时一家传媒公司 主动找到云朵 希望能够签下他 并且保证给云朵 和师傅一样的待遇 这家公司还声称 自己能够帮助云朵事业 更上一层楼 其实这家公司 找到云朵的目的很明确 抢夺刀狼旗下的艺人 导致刀狼旗下公司 发展受到打击 但当时的云朵 并不知道这些内幕消息 他被对方说服了 于是云朵选择解约 和师傅之间 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裂痕 摇身一变成硬抄机 其实云朵当初离开刀狼后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当时离开刀狼后的一年时间里 他并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 甚至还陷入了被偷拍裸照的风波中 后来他也因此起诉了 偷拍自己裸照并敲诈自己的人 并且胜诉 不过当时的舆论却对他并不友好 很多人都觉得他只是想炒作自己罢了 就在这个时候 网络直播开始兴起 而性感的外表和高昂的唱片费用 让云朵并不受欢迎了 为了生活和音乐梦想 云朵开始在各种网红直播平台打拼自己 并且还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风格 摇身一变成为了印钞机 仅仅靠着直播和打赏金钱 云朵就能够轻松月入百万 这对于一个当时生活并不富裕的女孩来说 实在是太诱人了 于是他很快就坚持了下来 并且越来越有钱起来 在财富的支撑下 他开始重新唱起自己喜欢的歌曲 并且还开通了抖音账号 并且在平台上频频发布个人翻唱视频 也正是因为这些平台 在大众中重新认识了云朵 并且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如今他抖音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1200万 并且他还获得了网红圣典 最佳唱作人等多个大奖项 以正是这些成就 让很多人对于云朵翻身做出了赞扬 甚至还有网友觉得 他已经比师傅更加厉害了 完全可以摆脱师傅一个人单飞 观众高喊刀郎名字 可是就在今年6月时 在他自己举办演唱会时 出现了一些尴尬的一幕 演唱会刚开始时 观众们看到云朵登场 都纷纷欢呼雀跃起来 但当他开始唱歌后 没多久 现场却传来一声声 刀郎呼喊声 当时观众高喊 刀郎名字的声音十分响亮 在整个现场回荡着 而此时台上的云朵 被现场观众唤起神马 都不对劲了 并且还频频耿意流泪 就在观众高喊 师傅名字不久后 师傅真的现身演唱会现场 当时他和云朵两人一同 合唱了春泥这首歌曲 并且还抱在一起哭泣了很久 其实此次两人能够合作 并非偶然 在此之前有消息称 两人早已和解 并且复合工作关系 虽然两人合作 并没有签约关系 但是刀郎却出资助力 弟子开办 其个人演唱会来支持他 并且还助力 其宣传等工作 两人合作后 立马就吸引到 很多粉丝们注意力 在演唱会 在演唱会门票发售不久后 即被抢购一空 甚至演唱会前几天发布 关于两人合作消息 及引发大众热议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怀念起了 当年刀郎和云朵一同合作的 那段美好时光 并且认为如今刀郎已经老去 心境歌手也没有当初 两人师徒关系那么深厚 合作默契等等言论居多 可是演唱会现场 还是出现了尴尬一幕 观众们开始纷纷高喊道 郎名字来表达 对师徒合作关系 以及对师傅本人的喜爱与怀念 舆论质疑其独立实力 如今有关于两人关系 最新消息传出后 很多网友纷纷开始质疑 起云朵是否还需要 继续依靠师傅前行 云朵的经历 让我想到了很多追梦人的不义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证明了什么叫做逆风翻盘 面对观众对他独立实力的质疑 云朵是否真的能够 摆脱师傅的阴影 独自发光 大家怎么看待他和刀郎的关系